2月6号上午10点 台中教区在草屯玫瑰圣母堂 庆祝奉献生活者日 弥撒中安排了谢伯燕修士收录礼 施桥台中教区儿童牧林委员会 在这里举办儿童伏祭营 也邀请营队所有成员 参加由苏耀文主教主理 近40位神父们共祭的感恩圣祭 弥撒开始前 全体齐聚于圣堂外广场 手持蜡烛 以祝福蜡烛和隆重游行 开始今天的弥撒 苏主教祈勉大家 我们和圣西莫昂与杰父亚纳一样 因圣神团聚在一起 向着天主圣殿出发 欢迎耶稣基督 带着蜡烛赞颂天主圣名 也祈求通过善良品德途径 一同进入这永存不灭的世界之光 现在请大家平安的前进 迎接救主 苏主教于讲道时表示 苏主教于讲道时表示 我们教区也在今天 庆祝奉献耶稣于圣殿的日子 教宗之前也把28年前 也把这个日子奉献为 奉献生活者日 也鼓励每个过先生生活的 当然我们狭义的就是 过修会生活的神父修女们 还有一些现身生活的团体的教友们 他们特别来 这个日子来为他们来祈祷 也来感谢天主给他们建立一个恩宠 那我们广义的来讲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现身生活者 为什么 天主是圣的天主 藉由我们的灵洗我们的信仰 天主不断的透过这个灵洗圣事 开始了我们分享他天主性的生命 那我们的奉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感恩 我们感恩天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 感恩天主给我们成为他的子女 感恩天主将来要让我们分享他 跟他甚深共荣永恒的爱的生命 这就是天主给我们的恩典 这就是福音 所以我们说奉献生活的人 特别是神父修女这些 现身生活的弟兄姐妹 他们是先知 为什么他们是先知呢 他们已经再次开始 默示天主要给我们每个人的这么大的福分 所以他们以他们的生活 效法耶稣基督 就是服从天主的旨意 然后为了这个世人 过一个爱天主的生活 贞洁的生活 然后过一个神品的生活 以天主为中心的生活 他们来见证 天主就是生命的我们生命的起源跟宗像 我们最大的幸福 讲到后 主教首先训绵表示 主的圣招应该透过日常生活的一些记号去认识了解 当天主拣选某些人分享基督的私迹指使 他以圣宗推动并帮助他们 同时天主也交托给我们一种任务 去召唤适当而被认可的候选者 今天 谢修士已开始他的准备 将每天学习善度福音生活 加深信望爱三德 加强传道的热忱 好能去争取世人归向基督 他应当前来 在与此聚会的教会面前 公开声明他的意向 在台中教区秘书长 及若望神父呼召下 谢伯燕修士来到主教面前 坚定地以我已决定 回复主教的询问 谢伯燕修士 我想那个又就代表我们所说的 我在这里 谢伯燕修士 负责培育你的神父和老师 以及其他认识你的人士 对你有很好的评语 我们对他们的作证完全信任 为回应主的召唤 并为了在适当的时机 能够接受圣志 服务教会 你决定去完成必要的准备吗 我已决定 为了忠实地为主基督 及他的身体教会服务 你决定在心智 和灵修方面做必要的准备吗 我已决定 接受后选证 教会以喜悦的心情 接受你的声明 天主在你身上开始了美好的工作 愿天主完成他 阿们 而后全体为谢修士献上感恩祈祷 祈求天主以慈父之爱降福他 使他恒心持守圣招 并以对基督大司祭的 挚爱与忠贞 能相称地执行教会的宗徒使命 当主教与谢修士拥抱 表示教区的接纳 全场也以热烈掌声鼓励修士的圣招决心 祈愿今天的礼仪庆祝 也能帮助餐礼的每一位 更以爱还爱的 打赴天主的召唤 并将自己奉献于天主的爱 使能协同圣神 将天国福音的生命 带给更多的人